三重农会每周三都会举办希望市集 邀请农友参加贩售产地直送的食材 经过农会对于食材的把关 不必再透过中间商 不但小农能够直接获益 消费者也能够用实惠的价格来购买 现在很多民众都会直接用LINE 向信任的店家下顶蔬果 这也成了许多商家的经营模式 而疫情后越来越多人走出家门 比起网路的形式 现场展示看得到摸得到 也能更深入介绍 对于小农培养新客人来说很有帮助 也更增加了与旧客人的交流 现在的客人越来越会去找一些信任的小农 或者是信任的商店 然后我们现在就变成很有信任的模式 因为他除了来这边买东西 他还可以问如何烹煮 然后如何保存 然后如何寄送 来自五谷关银山的小农料疫情 对于这样的变化就很有感 他每个礼拜都会到三重农会的 希望市集展售产品 然后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好 因为线上跟线下大家都可以一起 因为之前在疫情期间 大部分都是线上订 或者是他们直接就是电话宅配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客人会出来逛街 然后我们也会发名片 然后宣传我们自己会宣传这个市集 而他们的农场获得产销履历的认证 到市集来已经展售了不短的时间 我们是专门种绿竹笋的小农 然后我们的那个农场的名字是阿财绿竹农场 我们有产销履历证书 所以我们是做友善耕种的 然后因为现在是三月嘛 所以现在是那种季节在交换的时候 我们最近的那个产物比较少 因为有一些菜才刚种下去而已 然后绿竹笋也还没 所以我们今天展售的就只有大头菜 接头菜 然后还有一些加工品 然后这个就是有绿竹笋日晒的笋干 然后跟那个用盐去腌制的脆笋 然后还有一些加工品是那个庇护农场的 汉客人热心介绍产品和自家农场的特色 透过实体市集和网络经营的方式 也累积了更多的客群 记者沈志勇林家珍三重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